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门海里的美味到了秋天更令人惊艳 鲜美肥蟹这是最佳品尝时机 十月的秋蟹肥美 十二月的冬蟹更是老套追逐的美食极品 说怪不怪的美味海鲜 沙虫虽然位列名贵海产 但味道鲜美脆嫩营养丰富 沙虫必须掌握三块 抓得快 炒得快 吃得快 滑嫩似小鱼 美味却不沾一点腥味 是金门特有的美食 在金门的海风和景观中 享用金门特有海鲜 金门蟹 鲜佛手 缝螺 沙虫等 绝佳的口感和动人景色 交织成的幸福感令人回味无穷 金门人回忆 以往到金门后湖海边 必须要先在刚上压证件 才能进入沙滩 不过随着观光的开放 海滩已变成热闹的景点 金门连海鲜的功能也很特殊 还可以创造观光热潮 那就是花葛 被金门当地人称为海中牛奶 含有丰富的营养 盛产于海岸的沙滩里 农历七八月 是金门花葛最肥朔 也是盛产的季节 这个季节到金门海滩 可算是一举两得 除了吸水欣赏美景之外 只要用双手轻轻扒开沙子 随意都能挖到花葛 挖到多少 很多 超多 比你想象的还多 海边吸水后 就拿着丰收的花葛 为民宿或任何餐厅 只需支付代客料理的费用 就可以马上享受千变万化的花葛料理 节目 至于万千变万化的花葛 三千变万化的花葛 白费用 还有其证烈 50大百年 1万百年 留意你 增幅 20大百年 你可以